我們看到這個最新的畫面 是在桃園機場的外頭 那麼預計前總統馬英九 在下午的2點40分的班機 那麼預計在回 他到機場之後 將會有對外的說明 目前我們所看到一個最新的畫面 就是車隊已經抵達了桃園機場 車隊當中這一行人 包含了這個隨行的團隊 還有委安的人員 目前我們看到在桃園機場外頭 其實剛剛也有一些民團在抗議 我們現在看到馬英九前總統 是已經下了他的專車 那麼現在是已經抵達了桃園機場 稍後他會直接在桃園機場裡頭 來對外發表他這次的行程 12天5個城市 那麼即將會到哪些地方 他想要做的哪些事情 待會我們會持續到現場來看 他對外發表談話的最新情形 好 這是我們看到 那麼馬英九抵達桃園機場之後 這一趟的行程 12天的行程 對馬英九來說是相當的重要 因為他擔任這個 曾經做過了中華民國的總統 但是雖然他是在香港出生 但是他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大陸 那麼相對於台灣的一些領導人 包括了像是蔡英文也好 或者是賴清德也好 他們都曾經到過中國大陸 但是唯獨就是馬英九 他還沒有去過中國大陸 因此他這趟的行程是兩岸分至74年以來 最重要的一次的卸任的總統 到中國大陸訪問 那麼這一次他也會回到他的父親的母校 還有母親的母校來進行訪問 同時除了祭祖在4月1號這一天 重要的行程之外 他也會跟大陸的親民學子 來對這個進行交流 目前我們看到前總統站到了位置上 我們來看最先的情況 謝謝 謝謝 快點低一點好嗎 謝謝 來 麥低一點啦 低一點 都可以嗎 還是麥低一點 這邊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幫我們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就是訪問這個大陸的行程 好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大陸訪問 事實上在我37歲的時候 在政府裡面就負責處理兩岸事務 我今年73歲 等了36年才有機會到大陸去訪問 的確是待了久了一點 但我很高興能去 因為除了祭祖之外 也帶了台灣的大學生到大陸去跟他們交流 希望透過年輕人的熱情互動 能夠改善兩岸目前的氛圍 讓和平能夠更快更早的來到我們這裡 所以今天很高興能夠進行這一次的訪問 好 謝謝 那有人認為說 好 謝謝 好 謝謝 總統等一下對第一次想要講什麼 可能要跟他選當主席 就是我們看到馬英九前總統到達了金獎之後 他做了簡短的談話 他說這是他等了36年 雖然之前他在處理的就是兩岸事務 但是他從來沒有到過中國大陸去訪問 等了36年了 終於有機會到大陸去訪問 對他自己本身來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很有意義的一趟的行程 那麼對於國民黨也好 對於中華民國也好 其實這一趟的行程也是有它的意義存在 好 對於那麼在接下來他 班機的時間大約是在下午的2點40分 那麼抵達上海的時間是下午的4點40分左右 那麼稍後我們在上海已經有特派記者在現場等待 等一下那麼在下午的時間 馬英九到了上海之後 我們也會有在上海來自最新的畫面 我們看到蔡英文政府呢 執障七年了 斷交有九個國家